接下来我们进入风险管理体系的另外一大块 我们涉及内部控制系统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今年教材的变化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原来我们教材最后一张内部控制的部分内容 把它移植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先去熟悉 它到底移植了哪些内容 在这个地方讲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 首先给我们讲COS晚会 关于内部控制的定义和框架 第二 介绍我们国家内控领域 它整体的一个规范的体系 然后第三 讲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这三个内容我们考试的情况 我在这用五角形简单给你做了提示 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复习的轻重缓急了 对吧 前两个内容不属于我们复习的主要点 我们过去极少考到 所以我们请大家课堂上跟着我的思路 把主要线索的简单梳理一下 课下如果愿意就把我在课堂上所强调的基本结论 再去把它稍微的扎实看一看 应对个别选择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请大家重点复习的是内控框架的五要素 这个内容我们最近几年基本都是按照选择题是进行考核的 但是我还是提示这个内容完全可以考主观题 而且大概是在五年之前 我们这个地方是考过案例分析主观题 所以有关内控框架五要素 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要加强复习 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教台所讲这三个顺序 逐一来做相关的提示 先看第一个教台为我们介绍有关考树委员会 关于内部控制的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它的框架 这个就请大家听一听 然后按照我提示掌握基本结论 考树委员会它的全称叫什么呢 叫全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 考树委员会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 这个组织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公司财务造假 那么为什么讲内部控制 首先介绍考树委员会呢 就是因为在内部控制整个发展的历史当中 考树委员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历史上考树委员会应该是在1992年 发布了它的一个研究成果 这个成果名字叫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这个成果或这个文件被称为 内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所以凸显出这个委员会它的重要性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推广自身的内控 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但是呢很多国家包括中国 在去建立自身内控整个体系的时候 都是以考树委员会这个文件为蓝本 为依据 结合自身的国情把它制定出来的 所以呢这个考树委员会它非常重要 只要你在中国研究内控 你肯定是躲不开考树委员会 包括它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我们教材在这呢 首先就简单介绍考树委员会 关于内控的一些基本结论 那下面我带大家去把它梳理一下 首先呢 介绍是这个委员会 对内部控制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不需要具备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它进来说 是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 及其他人士为实现以下目标 提供合理保证而实施的程序 运营的效益和效率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以及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这就是考树委员会 对内部控制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 读完之后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学员 尤其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内控的学员 可能根本反映不过来 到底什么叫内控 所以我在这呢 先简单解释一下 用我自己的理解 我的口头缘给你解释 什么叫内控呢 所谓的内部控制 就是企业在企业内部 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 执行贯彻这个制度 来保证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不出问题 能理解了吧 那不出问题 最终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相关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内部控制 非常通俗 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回过 再看看靠素养慧这个说法 在这个说法当中呢 有几个细节线索 稍微提示一下 第一个线索 你会发现 它告诉我们内控是董事会 管理层 其他人士 这表明什么 你想一想 在一个企业内部 除了董事会管理层 其他 还有别的成员吗 没有了 所以这些文字 是告诉我们 按照CAL算会的观点 内部控制应该是全员参与 这是第一个线索 然后第二线索 企业开展内部控制 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相关的目标 这里边告诉我们三大目标 运营的目标 报告的目标和合规的目标 所以你要记住 内部控制本身不是目标 我们企业不是说为了建立内控 而建立内控 而是说通过建立内控 帮助企业去实现如下三大目标 这就是CAL算会 整个定义当中 揭示的第二个线索 然后第三个线索 记住 它提供的只是合理保证 不是绝对保证 我们就把这个定义 简单的线索梳理完了 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 我们教材又为我们分析 这个定义 它所包含的如下的见解 其实刚才都有所涉及了 所以我们在这快速看一看 第一个是谁 内控是一个实现目标的程序 及方法 而其本身并不是目标 第二 内控只是提供合理保证 而非绝对保证 然后第三 内控有企业中各级人员 实施和配合 那不就是全参与吗 那这就是高速远会 关于内控的基本目标 那目标说过两年之后 接下来 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1992年 高速远会所发布的 这个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这个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文件 它所提出来的 关于内部控制的三大目标 和五大要素 我们请大家 至少把高速远会三项目标 五大要素的名称 你要把它掌握到位 具体内容我们不做过多要求 下边简单说一说 先看三大目标 很简单 第一 取得经营的效率和有效性 这个我们一般把它概括为叫经营的目标 第二是谁呢 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我们总结为叫报告的目标 不过稍微提示一下 Cosal委员会这个目标 它强调的是财务报告 不包括其他信息 跟我们国家这方面目标稍微的差别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遵循适用的法律法规 我们简单概括就是合规的目标 这就是三大目标 那接着看看 在这个文件当中 Cosal委员会所提出内部控制框架 它所涉及的五大要素 那分别是谁呢 叫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沟通 以及监控 这五大要素的具体内容 接下来在我们这部分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会学到 所以呢 这个地方校材所做的介绍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展开了 我的讲义呢 把相关文字给你保留了 你愿意看就把它看一下 如果觉得没有必要 那这个地方的文字呢 你就可以选择把它放弃掉 其中关于控制环境呢 它就告诉我们 包括员工的正职 道德价值观 能力 管理当局的理念 经营风格 等等等等 这是控制环境的范畴 然后接下来 所谓的风险评估 很简单 跟前面我们所学的 风险管理的情况思路 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个就是控制活动 那么第四就是信息沟通 第五就是所谓的监控 就只是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才首先 简略的介绍了 考算会五要素的基本构成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大家愿意看就看 不愿意看 就把它放在一边去 这是首先梳理了 考算会 关于内控的基本内容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看看呢 我们国家 关于内控这个地方 历史发展来看 先后出台的 一些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呢 整体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个内容 也是请大家简单了解 涉及考题的概率不高 那下边呢 提示一下 我们国家 关于内部控制 整个规范体系 是由四个文件来组成的 这四个文件呢 我们分成三个类别 第一个文件 叫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 这个呢 是在2008年 由财政部牵头 联合当时的几大部委 什么证监会 银监会 保监会 然后呢 共同发布了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被视为是 我们国家 内控发展史上 一个所谓 刚领性的文件 这是发布的第一个文件 叫基本规范 那么基本规范 发布完之后 在实践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 符合要求的企业 必须去建立内控 执行内控 但是这个文件 因为它只是 纲领性的东西嘛 所以它没有告诉 这些企业 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执行 这个企业就不知道 怎么办了 那因此呢 在后来的2010年 财政部呢 又依据基本规范 出台了三个配套的文件 分为设计神呢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内控18项指引 有印象吧 我们过去常叫十八罗汉吧 那么这个是整个规范体当中 它居主体地位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告诉企业 你怎么样建立 自己的内控体系 分成18个大的流程 每个流程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内控措施 都做了指导性的这样一个介绍 这是第一个配套文件 然后第二是谁呢 叫内控的评价指引 什么叫评价 按照要求 你这个企业建立 执行内控之后 你还要看一看 自己的内控 到底有效性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效果 那按要求呢 你要进行自我评价 那怎么做自我评价 内控评价指引会告诉你 那接着看 第三个配套文件呢 叫内控的审计指引 我们前面说过啊 自己建内控 建完之后呢 自己做评估 但是你自己做评估的结论 别人不一定相信啊 所以还要求进行外部审计 这就是四个文件 这四个文件 三大类别 那分别就是 基本规范 应用指引 还包括评价和审计 这三大类别呢 它的分工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其中呢 基本规范 我们视为是一个统领作用 它就是从总体上提出一个总体的要求 但是本身并没有太强的可操作性 然后接着 第二个 所谓的十八项指引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主体地位 明确告诉企业 如何建立自己的内控体系 那么我们所谓的评价和审计 是干什么 它属于事后的鉴定 你自我评价一下 你的游行怎么样 外部审计是来审计一下 你的内控是否有效 它属于事后鉴定 然后呢 这三大类别 相互关联 构成我们国家一个完整的内控 规范体系 这个思路就梳理清楚了吧 那从我们今年教材讲解来看的话 我们今年教材呢 把其中的 评价指引的内容 删掉了 不带讲了 然后呢 审计的相关内容 是放在了审计那门课来做讲解 内控18项指引的这个相关内容 保留了风险的部分文字 放到我们这一章第一节 讲风险种类做了相关介绍 但是另外一部分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应用措施全部删掉了 然后内控基本规范这个地方 它也没有全部介绍 介绍哪个呢 这个文件当中 它所提出我们国家企业开展内控 内控框架无要素 把这个做介绍了 而这个我们下边马上就会学到 这就是呢 我们国家整个文件体系 在我们教材中 它体现的一个基本对应关系 大家呢 了解就可以了 那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 我梳理的是哪个呢 就是在内控基本规范当中 我们国家参考考搜网会这个文件 它所提出来的 我们国家的内控的关于五大目标 和五个要素 大家呢 把这个结论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这五大目标分别是谁呢 第一 合理保证企业 经营管理 合法合规 这个呢 跟考算会的目标是对应起来的 那就是所谓的合规的目标 然后第二呢 资产安全 那你发现 刚才我们所讲 考算会三大目标当中 是不包含这个的 对不对 其实是包含的 只不过呢 没有明确提出来 是放在了经营目标里边提出来的 我们教材呢 或者是我们国家 因为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国情 尤其是我们国家都会有国企 国企呢 就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 所以这里边呢 就单独强调资产安全的问题 然后接着 第三个目标就是 财务报告 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这不就是报告的目标吗 那你发现 这个目标跟考算会 也是有点差异 什么差异呢 刚才讲 考算会这个报告 最多强是财务报告 但是我们国家除了强调财务报告之外 还强调其他相关信息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目标呢 是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 这是一致的 都是前到经营的目标 最后一个叫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我们简单总结就是战略的目标 而这个在考算会文件中 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 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文件 所提出的五大目标 请大家把这个文字呢 要稍微熟悉一下 那在这个文件当中 除了提到五大目标之外 也提出了一个企业 在建立内控过程当中 一个内控架基本的五要素 那这五要素呢 分别就是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沟通和内部研究 这五个要素 分别包含了若干条具体规定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再展开 而是放到下一部分 我们直接来学习 有关内控框架 五要素的具体内容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我们国家内控规范体系 这些基本的线索 就把它处理完了 大家呢 再适当了解 这就足够 那接着按照顺序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就来学习有关内控框架五要素 这个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多次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考试频率比较高 几乎每年都会设计考试题 但是最近几年呢 基本都是用选择题 做相关的考核 那就说明它的分值不会太高 但是我前面也提示过 这个点完全可以考主观题 所以大家在心理上 要做好准备 万一今年在内控框架五要素 出一道案例分析题 你能够充分有效的 把它映度下来 所以我们对这个点的复习要求 很清楚 要求你必须掌握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复习建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梳理一下 内控框架五要素 它一个基本的 所谓的来龙去脉 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谈内控的 肯定是离开考树晚会啊 所以与内控框架要素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在1992年 考树晚会所发布 这个文件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它明确提出了 内控框架五要素 这个前面我们刚才提示过了 对不对 然后接着 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 针对实践当中 有关各方所提出的批评 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 认为这个文件 对风险的关注不足 所以接下来呢 考树晚会在2003年 又发布了 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这样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的有关内容 我们前面的几节 我们有所涉及 我大概说过 对不对 在这文件当中呢 也提出了风险管理框架的 八个要素 你看一看 包括内部环境 目标设定 事项识别 风险兵工 风险应对 控制活动 信息沟通和监控 是不是和前面 内控框架五要素 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然后呢 又延伸出 与风险管理 有关的一些其他要素 相当于把风险 又进一步完善了 那么这个文件呢 在2017年 重新进行了完善修订 这之前呢 它的第二个文件 这是考树晚会 两大文件 那我们国家 在颁布内控 有关文件的时候 其实呢 就是借鉴了 这两个文件 所以看到 我们国家 内控基本规范 所提到的五大要素 是什么呢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沟通 以及内部监督 所以看到 是不是 第一个要素 第五个要素 从名字上来讲 跟考树委会 这两个要素的名字 不太完全一样 另外三个要素的名字 全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内部环境要素 它是借鉴了 风险管理这个文件 这个要素的名称 这个一一对应关系 就能把它了解到了吧 所以 就大家把这个来动 区别呢 稍微了解一下 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 在这一部分 我们教材的框架 就很清楚了 它讲的是五要素 但是讲的时候呢 按照两条主线来介绍 首先介绍 考树委员会 这五个要素 一些基本的要求 接着呢 又介绍我们国家 内控基本规范 所提出五要素 它的基本要求 每个要素都分成这两部分 跟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那我们复习怎么去把握呢 从考试来讲 请大家重点掌握 我们国家 这些关于五要素的具体条文 每一条都尽量去掌握清楚 考树委员会的相关文字 有时间我们就兼顾 兼顾是为了防止 个别语言们的选择题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复习的话 关于考树委员会 这些文字的内容 你可以选择战略性的放弃 听清楚了吧 这是我们提供一个 进一步的复习建议 那接下来呢 我就请大家跟着我思路 把这两部分相关的主要线索 我们把它整体梳理一遍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要素 那就是控制环境 我们先梳理考树委员会 相关文件 对这个要素 它的基本解释 什么叫控制环境 简单的讲 就是呢 一个企业 在建立内控 执行内控的过程当中 整个企业 它的环境氛围 这叫控制环境 那么为什么 第一个先谈控制环境 按照考树委员会的观点 认为 控制环境 决定了企业的基调 这就是一个 最根本的基础性的东西 如果一个企业 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氛围 你这个企业 是不可能有效建立内控 也不可能有效执行内控的 所以它是一个根基 我们中国的老话 叫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这就凸显出控制环境 在整个内控框架当中 它的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把它理解到位 那理解完之后呢 后边又告诉我们 这个控制环境 是什么呢 是其他要素的基础 就是考树委员会 对这个要素 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着呢 考树委员会又提出来了 这个环境氛围 这个所谓的控制环境 它到底又包括哪些常见的表现 这些文字 大家愿意看 就看一下就完事了 不用展开去理解 包括员工的诚信度 职业道德和才能 包括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 包括内部的权责分配方法 人事政策 还包括董事会的经营重点 和它的目标等等 这些就构成我们所谓控制环境 它的基本范围 这是首先树立 控制环境这个要素 它的基本概念 那树立完之后呢 接下来考树委员会 又提出来了 在控制环境这个要素方面 要坚持的原则 那这些文字呢 我们过去曾经 偶尔在选择题 以原文形式 出现在选项当中 要求你判断这个说法 是对还是错 所以大家呢 可以适当把它了解一下 第一个原则强调 企业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 都要做出承诺 通俗的讲就是 企业要讲究诚信 要具备最基本的 道德价值观 这个很简单 第二是谁呢 董事会要独立于官层 对内控的制定 及其实施 实际监控 这个大家要把它记一下 强调 董事会要独立于管理层 后边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从内控方面来讲 董事会办什么角色 很简单 就是进行监控 那我们知道 如果董事会负责监控 谁来负责建立和执行 很简单 那就是管理层 而按照要求呢 董事会要监督它 所以说董事会要独立于管理层 能处理清楚了 那第三个原则 管理层在董事会的监控下 建立目标实现过程 所涉及的组织架构 报告路径 以及适当的权利和责任 那这句话呢 其实就概括出 在内控方面管理层 它的职责分工 所以这个大家把这两条 结合起来看 就可以区别出 按照COS网络会的观点 董事会管理层 就内部控制而言 主要的分工 差别在什么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包括 致力于吸引发展和留任 优秀人才 以配合目标达成 关键词就是所谓的人才 那为什么控制环境 要强调人才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内控的建立 内控的执行 都离不开谁 都离不开人才 很简单 那么第五个强调 根据其目标 使员工在各自 担负起内部控制的 相关责任 说白来讲 就是全员参与 每一个员工 在内控方面 都应该承担起 相应的职责 我们在这儿呢 就把COS网络会 这些相关的原则 相关内容 就把它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针对第一个要素 我们国家 内控基本规范 它整体的要求 这个请大家 要侧重 着重去复习 首先提示 第一个要素呢 我们国家这个文件的名字 叫内部环境 COS网络会这个文件 它叫控制环境 措辞稍微有点差别 针对内部环境 或控制环境 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是从如下几个方面 做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条 文件的原文 文字比较长 但是我在这呢 就拣选了其中核心的点 大家就把这核心点 掌握就可以了 其他那些文字 没有必要过多关注 第一条的总体要求 就是强调什么 要建立规范的 公司治理结构 和意识规则 我们就计治理结构 这就可以了 而什么叫治理结构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练了 我们前面反复涉及到 对吧 这个地方肯定是按照 我们国家公司法的界定 它是包括四个部分 那四个部分呢 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 这就是我们第一条 相当于是一个总体的要求 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完事了 那接着看第二个要求 第二条是强调什么呢 就是在建立起 法人治理结构之后 法人治理结构 这几个组成部分 在内控这方面 他们的职责分工 把这个给我们做了明确 那我们请大家呢 这个地方按原文的关键词 把它记得清清楚楚 他这样来说 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这就是八个字的关键词 这个要联系董事会的职责分工 那接下来是谁呢 监事会 监事会呢 对董事会建立跟实施内控 进行监督 就是两个字 强调监事会的职责是监督 完了 再看下边 第三个 经理层负责什么呢 强调负责组织领导 企业内控的日常运行 日常运行 这是管理层你该干的事 那这段话呢 我们就把它强调完了 所以请大家按照我所提示的关键词 分别和前半的这些机构 部门把它对起来就行了 但是大家发现有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 我们前面呢 强调治理结构是四部分来组成 但是呢 这些文字只说了其中三个 少了一个 少了谁 少了股东会股东大会 对不对 为什么少 很简单 我们前面提出过吗 股东会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重大决策 所以从内控本身的具体工作来讲 它不会直接参与 所以这个职责这块呢 我们就不涉及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说法了 很简单 那设定完之后呢 下边还有段话 要求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 或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 组织协调 内控的建立实施和日常工作 说白了讲 就是要有一个部门来具体干活 说的很清楚吧 前面这些都是领导 下边呢 还有干活的 那这里边呢 强调成立专门机构 就是专门为内控成立一个部门 那实务当中呢 我们有的企业就会成立这种部门 比较通常的部门的名称就叫内控部 很常见 当然 有的企业认为 根据企业资深的情况 我单独成立这样一个部门 不值得 或者没有必要 那这时候文件说的很清楚 也可以干什么呢 指定适当的机构 来具体负责 具体事务性的工作 那这个适当机构 比较点谁呢 比如说我指定企业内部 企业管理部 你来负责内控的相关事情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我们书里的整个第二条 那接着看第三条要求 是谁呢 文字也比较长 但是在这呢 请大家先抓住第三条 最核心的词 就掌握整个第三条主要的脉络了 是什么呢 审计委员会 先把它掌握到 我们前边呢 已经接触过审计委员会了 对吧 这个地方主要是内控来讲 谈审计委员会 所以记住 内部环境的第三条 主要涉及审计委员会 那具体展开包括哪些呢 首先要求 在董事会下面 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 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 下边这段文字 我用黄颜色标注了 就是提醒大家 要适当多读多掌握 这些文字呢 相当于主体式介绍 就内部控制而言 审计委员会 他应该承担的职责 大家呢 去把它读一读 然后呢 帮助我用一个词 把它概括出来 他将来说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 内控 监督内控的 有效实施 和内控 自我评价情况 协调 内控的审计 及其他相关事宜等 到这呢 我们先停下来 这句话呢 就是从总体上 提出了审计委员会 就内控而言 他应该 承担的职责 很容易区别出来吧 第一是谁呢 审查内控 然后监督内控的实施 和自我评价 协调 内控的审计 那这个审计 肯定涉及两个方面嘛 主要是外审 还包括内审 这是审计委员会 来进行协调的 然后请大家用一个词 把这句话 暴露概括出来 也就是说 就内部控制而言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主要是什么 记住他 监督完事了 非常简单吧 那接着再看下一句话 审计委员会负责人 应当具备相应的独立性 良好的职业操守 和专业圣人能力 那么这句话呢 也请大家要把它记住 因为这句话 我们过去 曾经放在主官题的 案例分析考过 而它的含义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具备相关的独立性 独立是谁 独立于 所谓的管理层 非常清楚吧 然后接着 它要具备良好的职业 操守 这就是比较泛泛的一个说法了 观念就是最后一个 它具备不具备相关的 专业圣人能力 那么这个专业圣人能力 更多从哪方面填出来呢 记住 从财快领域体现出来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整个审计院会的相关要求 这是第三条 那接下来呢 看第四条 第四条呢 我们文件的文字也比较长 但是我在这呢 也做了一个精简 把核心词体验出来了 其他文字就属于可看可不看 第四条核心词 就是要求设立内部机构 然后大家帮我琢磨一下 就是呢 到目前我们讲四条了 第四条叫内部机构 那么前三条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词 把它整体概括出来 能不能 能啊 这叫什么 这叫治理结构 再回想 我们这张一开始第一节 讲风险种类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讲内部风险 三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 运营风险 我们首先设计就是 内控应用指引当中 第一号叫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包括几个层面 两个层面 那就是治理结构层面 和内部机构层面 这就前后对应起来了吧 那也就是说呢 到了第四条为止 我们关于内部环境 这几条的规定当中 就分成两部分 一二三 主要针对治理结构 提出的相关要求 那么第四条 是针对内部机构 提出的要求 这个框架性 是不是更清楚一点了 那下边简单解释 内部机构 能解释出来吧 所谓的内部机构 就是指 在成立这些治理结构的 基础之上 还要干什么 按照我们业务开展的要求 去设置相关的职能部门 和业务单位 分别承担具体的业务 那我们知道 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当中 他们应不应该加强 本部门 本业务单位内部的控制 肯定要加强的 所以我们强调 第四个是针对内部机构 提出的要求 这个就不用过分展开了 这是第四条 然后接着看第五条 是谁呢 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保证内审 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和工作独立性 后边还有些文字 我们先停下来 第五条也是请大家 先记住一个关键词 哪个词呢 就是内部审计 那也就是说 第五条是针对内部审计 又提出了更多的具体的要求 然后我们去思考 因为刚才第四条讲的是 设置内部机构 第五条讲的是内部审计 按照前半我们书里的知识 是不是说过 内部审计就是且内部一个职能部门 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职能部门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又可以形成一个框架 什么框架呢 第四条跟第五条加到一起 设计是什么 设计就是有关内部机构的相关要求 所以这个大家把宽来信再去把它掌握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关于内部审计的具体要求 包括哪些呢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内部审计监督 对内控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 这句话我用黄颜色标志出来了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在内控方面 内审部门应该扮演的角色 承担的职责 哪个是关键词 很简单 监督检查 字路数非常简单了 那我们再做提示 刚才梳理第三条的时候 强调的是审计院会 显示出在内控方面 审计院会非常重要 它的职责怎么总结的 叫监督 没错吧 这个地方呢 又单独强调内部审计了 也是说明内部审计 在内控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它的职责是什么呢 也是监督 问大家 审计院会跟内审计间是什么关系 你应该知道这个结论了 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梳理过 审计院会的相关内容 不是说得很清楚 审计院会负责监督 内审部门的工作 能想起来了吧 就是我们前后知识 它的连接性 把它记住 那接下来又告诉我们 内部审计机构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内部控制缺陷 应当按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流程 进行报告 这就属于一个比较泛泛的说法 不多说了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下面给出一个特殊要求 请大家把这特殊要求要记住 是什么呢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控 重大缺陷 内审部门有权直接 向董事会及其审计院会 监事会进行报告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 特殊在 内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中 如果发现内控有缺陷 这个缺陷如果属于重大缺陷 内审部门呢 有权直接向这些部门机构汇报 那你发现这里边没有谁 没有管理层 那就说明 他直接汇报就绕开了管理层 那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 就是因为内审部门监督检查中 他所发现的重大缺陷 有可能是和管理层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他发现呢 管理层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外边呢 大肆挪用公款 大肆贪污公款 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大缺陷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按照正常的审计工作程序 他会向管理层汇报工作呀 报告总经理 我发现挪用公款 这肯定不现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规定他有权绕开管理层 直接向董事会报告 向审券会报告 向监事会来报告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第五条 关于内部审计的相关要求 那接下来呢 看第六条 第六条我在这呢 也做了简单的精简 请大家呢 抓住他的核心词 就是呢 强调人类资源政策 这个道理呢 前面我都说过了 那想起来不能 为什么内部环境强调人类资源 就是因为内控的建立 内控的执行 都离不开人员 离不开员工 所以我们前呢 应该有一个完善的人类资源政策 这是我们讲的整个第六条 思路非常清楚 那接着看第七条 应当呢 将职业道德修养 和专业胜任能力 作为选拔和聘用员工的重要标准 切实加强员工培训 和继续教育 不断提升员工的素质 这条呢 是相当于 对人类资源政策当中 某些具体内容 进一步提出要求了 哪些环点呢 第一就是所谓的 选拔聘用 那在选拔聘用员工的时候 最基本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职业道德修养 和专业胜任能力 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就是 德和能 要德能兼备 你这个员工呢 不能只有德没有能 也不能只有能没有德 所以这一个简单的线索 此外 这一条又特别强是谁呢 员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就是前面所讲的开发 对吧 那么通过这种培训和继续教育 不断提升员工 他自身的技能啊 他的所谓掌握的经验啊 掌握的知识啊 他的工作态度啊 等等等等 那这是讲的 我们整个第七条 所以我们在这可以做概括 第六条 第七条 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为 叫人力资源方面的具体要求 但往下走了 接着第八条是谁呢 我也是概括出来了 关键词就是企业文化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要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 在内部建立几个优秀的 优良的企业文化 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 在这个氛围当中呢 我们企业就会有很强的凝聚力 让员工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为什么 为实现企业目标来努力 同时呢 企业文化也特别强了一个点 哪个点呢 诚信 能处理清楚了吧 这是讲我们第八个企业文化 那么最后一条第九条 也是概括出关键词了 就是加强法治教育 那为什么加强法治教育 我们前面说过内控的目标吧 目标之一不就是合规 要想实现合规的目标 是不是 你的员工都必须知法呀 都必须知法守法 所以我们要加强法治教育 非常清楚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提示一下 按照刚才的解释 我们加强法治教育 应该首先是面向所有的员工 让每个员工都懂得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工作当中能够自觉的去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尤其强调谁呢 尤其强调董监高 这三类人尤其要加强法治教育 因为这三类人与他的岗位职责相关 他们担子很重 如果这些人在本职岗位上 他不懂法或知法犯法 比起造成损失会更大 所以我们强调要针对董监高 更要加强法治教育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关于第一个要素 控制环境和内部环境 九条规定的主要点 就把它梳理完了 请大家呢 一定再把这九条 我们讲义当中所提供的全部的文字 都要仔细的多读 记住啊 是全部文字都要多读 然后在读的基础之上 再按照我所提示的关键点或关键词 再去把它加深掌握 加深记忆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为了帮助大家对于这个要素 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框架性的掌握 我再和大家去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呢 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谈到内部环境这个要素的时候 虽然是讲了九条 但是这九条 我们可以概括为五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治理结构 这一大块呢 涉及其中的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 那这三条 它涉及的对象不一样 第一条是对整个治理结构 一个总体要求 第二呢 是在治理结构基础之上 谈到了内控的分工 然后第三条 针对审计院会单独提出的要求 然后第二大块就是关于内部机构 涉及第四条和第五条 第四条总体要求 第五条单独对内审提出的要求 所以看到 是不是就内控而言 审计院会内审部门非常重要 那接着 第三块就是人力资源 涉及第六条第七条 第四块 且文化建设 这是第八条 最后一个就是法治教育 涉及第九条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五大块来掌握我们第一个要素 它整体的框架 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把前半知识能够学透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大块再组合起来 智力结构 内部结构 这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组织架构的范畴 所以最终我们可以精简为四大块 组织架构相关的规定 人力资源的相关规定 文化的规定 法治教育的规定 然后再按照九条线索 逐一的把它展开 这个地方你的思路一定会非常非常清楚 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要素 关于控制环境 请不吝点赞订阅